我們是白頭老翁跟這個阿伯 這個圍棋高手 我們來大家為了下一個世代的計畫 為兩個集團布一個更長遠的局 出席細品策略聯盟法術會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一開口就駁斥 自己絕對不是白馬騎士 更親上火線強調 跟細品換股其實是鴻海比較吃虧 如果做投資者來看 我現在不願意多說那一段 如果說換了股價 鴻海是吃虧的 你們投資專業經理的人都會曉得 從不管每一股的盈餘力 不管每一股的資產 淨資產的換股比例 我們都是大於這個 如果照你們兩個公司要做交換股票的話 我們鴻海公司都是給到最大最大的 但我並不是說按對鴻海股東不利 是說我也要告訴鴻海股東 因為我們雙方在一起 會讓我們的利益都極大化 所以不在於餅的大小 在於你能不能把餅做大 林文博也在會中宣布 鴻海一股換細品2.34股 鴻海持細品8.4億股 占21.24% 換股基準日就定在12月1號 未來還要在指紋辨識模組 相機模組功率放大器模組合作 只是被問到日月光面對持續收購 郭董也首度表態 郭董表明真心結盟 甚至要外界別挑撥 說他跟日月光董事長張前生的關係 強調未來跟日月光 還可能是客戶關係 坐在一旁的林文博 有些尷尬馬上喊花 45塊來買細品 代表細品是有價值的 現在股票都40幾塊了 大家不要賣 還有機會賺錢 不然你要把賺錢的機會讓給日月光 賣力喊話要股東別賣股票 據傳日月光也全程收看線上轉播 也在第一時間表示仍持續收購 也不願回應任何意見 看來這場三角鏈 隨著郭董表態應該更精彩可期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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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